舞台上阿公阿嬤跟着节拍舞动身体 不但享受动健康 也让新北荧光同乐会增添欢乐气氛 西北市卫生局在三重重合体育馆 举办112年度新北荧光同乐会 邀请各制造服务单位 衣食人员工会 以及长造团体共襄盛举 西北市副市长苏蒂芝也在会中宣布 新北市部件80家制造中心的目标 以不入使命超前达标 在2018年市长上任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日照中心要有60家达标 但是接下来市长说60家不够 要我们要做70家 要80家 要不断的提前达标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已经有81家的日照中心 我们让更多的长辈 有更好的笑容 走出自己的家 走到社区 共同的生活 新北市长侯友宜虽然无法到现场 也录制VCR与大家问好 他表示 新北市部件制造中心的脚步 不会因为提前达标而松懈 原定2025年完成百家的承诺 将成城市府团队加速完成 原定2025完成百家 入造公司的承诺 将成城市府团队加速提早一年完成目标 就是希望更多需要造成家库座会 荧光同类会现场还设置各种传观摊位 手座体验等活动 不只让民众更认识之间造户的服务 也展现新北市打造长者幸福城市的决心 记者伦红采访报导